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寶貝》 《寶貝》 我昨天有講說 我絕對不會掉一滴眼淚 那今天有兩個度 第一度是二姐那一段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唱歌的女人 再来就是最后唱的 远上一瞬间 我的身教已经开始往低 下去的时候 我知道已经结束了 刚才跟二姐那段期很多 粉丝都一起哭出来 我也是啊 我告诉我自己 我这两场都不能掉泪的 结果 我听到那个旋律出来 是不是真的老了 没有二姐真的是 非常有义气的我的朋友 我们常常在晚上会聊天 也常常吃饭 那我们本来就是同事 所以今天 我也不知道他居然 真的开了金口 下了台之后 有传讯性骂你吗 就说你怎么会转 我还没看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知道 我真的 我真的有点胆 胆怯我到底要不要看他的讯息 不过我想他听到一万两千多人的掌声 他是感动的 他一定是 一定是哭的 张千万就是一个很爱交朋友 然后也是一个 对我而言他是很三八的 但是他的三八是让人家是开心的 其实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开心果 以前晨晨川叫我开四面台 我都不敢 那我就心里想 阿芳腿这么短 可以跑两方去 你把小巨蛋当我家客厅 方姐都是二姐会互相掖鱼是不是 掖鱼是什么 开玩笑 他刚刚在骂我三八耶 他还说你交短 对 要不高兴吗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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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交情 够 所以方姐当年有一个卖日风 在台中 就是他还会去高雄市在哪 如果是今年的话 如果是这一年的话 我会 太久我就不会去了 趕快争取 好少再见 今天最后一首 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控制不住期许 因为我觉得好像 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应该很快 就下半年吧 真的 真的 不知道 而且不知道 他应该把你带来不去 他什么时候了 你这些话 你这个话 你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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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话